春 21歲 我今年十四歲 哇 更有朝氣 還要五十歲 對 二十二 哈哈哈哈 客氣又好 那個帥人 提到這件事 滿頭白髮的志工 個個都笑開懷 因為正言上人說 他開了一個銀行 希望大家來存放 我們現在 來設立一個 修農銀行 發揮生命價值 胡釗夫和太太 一起做環保 我五十歲 嫁人 三個月才做洪費 越做越年輕 身體越好 反正不來 現在會這樣 會這樣扭扭 會想出來 長輩們用心投入 不只是刷存在感 當真是天天來報到 上層其實要教我們 要轉心念 不要認老 老了 有時候你說 我老了什麼都不動了 那你就很可惜 幸福六圈來了 加入慈濟三十年 注意的夫婦穿梭在病房區 夫妻倆向心靈捕手 隨時為大家補充正能量 奉獻大半輩子的智慧不退休 因為他們都成為 瘦量銀行的客戶 大家看他 大家問你幾歲 我幾歲 你幾歲 大家都年輕起來 我想讓你的智慧 真的讓那些弟子 大家就覺得說 我還年輕 不要一直想自己是老 瘦量銀行裡面 期待大家存的是 無量的智慧 所以瘦量 它不是一個有限的數字 它是一個無限的 貴密存在那裡面的 一個延伸 醫院門診區 患者忍著病痛 八十五歲的何嬌娜 一句問候 一句關懷 就能稍稍化解病患 等待的無奈 希望讓他開心 情況開心一點 有人給他交代 好像是在那裡 太孤獨了 歲月在身上留下了痕跡 智慧也讓人生經歷 更加飽滿 年齡老化 不是社會問題 反而因為長者投入社會付出 重新燃起向上的動能